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一帆 上次我们提到郑之荣 他如何到了贫户去 那他在那里生了小孩 也认识了一些人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 来谈起郑之荣他是如何兴起的 来我们请老师来为我们谈一下 是 实际上郑之荣 跟着这个李旦到了贫户之后 是 他那个包括他的婚姻都是很重要 是 跟当地的 等于是当地的讨论结婚 是 之后这个结婚以后 那么他因为跟这些人结拜 所以我们一来讲当时总共 郑之荣是等于这个 我们说实在的话其中一在 可是当时他不是最大的 最大实际上是袁世奇 所以他们说 之荣之主又祖宗之主也 就是袁世奇的位置 因为他们在当 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说明 郑之荣不是一直在贫户的 他做一个国际贸易网络中做的海商 其实他 还有继续跟荷兰东东东公司通商 这些都有 所以来来去去 结婚也生子 所以郑成功出身 郑成功的弟弟是七左卫门 为什么他抛弃别子 匆忙离开日本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个实在串联之后 想要闹事被日本官方知道 之后就选择逃走 这是一个应该是这样说才对 是 所以郑之荣他在日本跟袁世奇结拜之后 之后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 包含了他跟翁氏结婚之后 生下的镇生 刚刚老师提到他们闹事之后 就要被发现 因为提早被发现 所以要逃到台湾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严师奇他的这个集团 严师奇这个集团 我们刚刚老师提到他是祖宗之祖 那他是那个 严师奇是最大的 那其实在整个集团里面 郑之荣他算是最小的 那老师他是如何到台湾来的 请问我们说明一下 是 我想很简单就是 因为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他赶快 匆忙之间逃走 应该会这样 那他 因为力量很大 所以才可以迅速的离开日本之后建立新的据点 他一方面在台湾跟原住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往来跟沟通 基本上不是靠武力就要靠猫义 对不起 但是贸易你还得往来 同时他是海盗 我也跟大家说明过 不仅说海商是海盗 官兵也坚强盗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 整船出去出掠 都获胜 获胜的结果 使得他能够 这个集团能够这样 在敏着沿海 建起贸易的网络 决裂贸易是双管齐下的 所以当时中国到沿海的人知道 袁茨琦这些人根本已经在台湾成为一方之雄 应该这样说 是 那我们刚刚提到 他跟着郑芝荣 他跟着袁诗琦来到台湾 那其实在这之前 就是河南的记录就有记载到 其实郑芝荣他是作为 我们前面谈到1622年 有一位雷尔森长官 司令官他来到台湾 其实他就是做他的同意 或者翻译 为他翻译 所以可以知道说 在这中生当中 郑芝荣是不断的出海贸易 然后跟河南他是有往来的 那我们来看到严诗琦呢 他就是在1624年的时候 从目前已知道河南记录记载 1624年呢 其实严诗琦他们就已经来到台湾了 河南人清楚的就写到了 他们在严诗琦礼旦呢 他们都是在台湾有活动的 那但是时间来到了1625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史料记载了 严诗琦他就过世了 对 那严诗琦他原本是时代之主 那死了之后群龙无首 该如何是好呢 这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来讲 海商集团 这个继承的关系不是说 富时子继 胸中帝籍 不是这样子 所以实力之外 也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在台湾外界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那其实因为郑芝荣 他从最小的跳到就是他可以逐渐成为集团之主呢 这个过程其实是就是带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那当时呢 台湾外界就说呢 因为严诗琦在10月25日这一天死掉 那这一天的日期记载为什么那么清楚呢 主要是因为河安人他有记载 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也时期在这一天过世了 那死掉之后呢群龙无首呢 所以他们就想要找一个领头的人出来嘛 最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要拔签 那如果就是百香案拔签呢 如果能拔出石签来的话呢 那个人就会成为就是群龙之首 就是实在之主嘛 那但是其他人都保不出来 没想到最后呢 就让最小的郑芝荣保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带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那或者又是有人说呢 他们就是插箭 然后他拜了之后 箭要起之后呢 因为只有郑芝荣他的箭是可以飞出来的 所以他就成为实在之主 这是有一点神秘的色彩 但是但是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他应该是有具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最后呢他才可以收服群众成为实在之主 那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实在 实在呢或许过去会把它解释一些 它是一个什么据点啊什么之类的 那从史料上来看呢 实在我们把它解释成或许有十股势力 就是有不同的势力 所以在岩石其他的集团里面呢 他是有非常多的海商或者是海盗在里面的 包含我们后来看到郑芝荣 他不停的打打打打打 就是把他之前的一个朋友啊 或者是同伴们 通通消灭或者兼并 是 所以这一段过程呢 是非常的具有神秘的色彩的 在1625年这个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来看到 就是我们过去经常会讨论说 岩石其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或者是有学者会认为 岩石其李旦他是同一个人 那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说法 老师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实际上 包括著名的学者 一开始都只有岩石其 因为中文的文献主要是岩石其 所以李旦是没有被发现的 可是随着西文的文献出来 对照结果就发现李旦很重要 可是终于这样 连日本著名的学者都以为李旦跟岩石其是同一个人 是 这过去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 因为我们在荷兰的知道里面看得很清楚 一个是甲壁丹 一个称呼就不一样 你就看这个 我想这个很清楚 所以在甲壁丹实际上也是 也是外文 它根本就不是中文 甲罗尔一样 所以这些语言上来讲就是当时通用的语言 翻译来翻译去 所以包括有时候荷兰文献用词 实际上是荷兰为翻过去的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情形 是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老师刚刚提到李旦跟岩石其的部分 那学者呢 特别是日本学者 他就根据了过去早期 他后来就根据了中文史料 还有荷兰史料去做一个对照之后 认为李旦和岩石其应该是不同的人 是 那包含他们在死亡的时间呢 其实是在实际上记载非常明确 李旦他是 虽然是在1625年那一天死掉的 可是他是8月 那岩石其呢 他是10月 那包含他们的一个出生 就是他们的原本的出生地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虽然都是漳州集团 对对对 但是李旦他是算是比较前面 同安京下这一股势力的 岩石其他是比较后面海城这里的 那但是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岩石其他的一个 在台湾特别是在嘉伊这个地区呢 他的传说的性质特别的强烈 特别在那个 还有一张就是他去世的一个墓 就是在台湾还有留着 那这是后来 比较后期所做的帮他立的一个墓 就是以他就是说他的一个 在嘉伊的地方的角色非常的强烈 或者是传说非常的著名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许跟他们的聚在就是他们的根据地有关 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网港这个地方 他的一个是一个海盗的一个根据地 所以在网港以北呢 这个地方海盗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活跃的 那我们在核安人资料里面也可以看到呢 李旦岩石其他们呢 其实在网港以北这个沿海地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情况 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同一份资料里面 就会出现贾币丹李旦 跟佩特罗 岩石其 是同时出现的 同时说明说这个集团 好像是同一个集团 我们说明它两个本来是不同集团 可是在台湾来讲双方是有合作的关系 而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往港以北 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时候荷兰已经是台湾已经开始殖民了 这个地方应该有区隔这样说明才对 好 那我们从最近呢 我们正在进行翻译译著的这份文献里面 就是荷兰的这份档案里面 这个是荷兰长官他的决议录 就可以看到说李旦岩石其 我们刚刚讲的Captain China 跟Pedro China 他们是同时的出现 所以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其实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而且所占据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份文献呢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说 这证据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但是我们要说一下李旦 他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前面有提到他是 海上非常著名的商人 他活动的范围是很大的 那就包含着呢 他跟官方你前面也提到1662年 他跟官方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就是可以沟通的一个关系 所以李旦他在 就是这个整个角色扮演当中 他并不是那么的 像是我们说海贼海盗 所以他的地位可能是更大了 因为他可以去跟官员沟通 如果你是海盗的话 就比较难跟官员沟通 应该说单纯的辉华贸易者 跟官方比较难建立关系 但是如果还有一个被承认的巨商 或者是说士生的身份的话 他跟官方的关系就比较畅通 那基本上看起来李旦 好像比袁世奇这部分更吃得开 应该这样说才对吧 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李旦 他是做一个中介者的角色 去跟邦和兰人去做沟通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在162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 其实李旦他后来就是有介绍了 另外一个他另外一个集团 就是许新树 许新树就透过许新树 许新树他的角色非常维密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郑芝容跟他不太好 那我们回来看到一关郑芝容 一关郑芝容呢 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 他是作为 因为他可能 学者推测他可能懂葡萄牙语 所以其实在记录上面是有提到 他是作为 司令官雷尔森的翻译 就前面我们提到1662年那个 对对对 好那在严思琪去世之后 我们就讲到1625年 刚拐杯的那个传奇故事的时候呢 他就是逐渐的慢慢把他的势力 给聚焦起来就是收起来好 慢慢破大他的势力 所以荷兰人就提到说 有20艘30艘船 他在往港以北 老师他们在往港以北 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海上集团不只做生意 他也是海盗 更重要是还要收取保护费 等一下再继续说到这一点 荷兰人跟海上集团的关系是 希望做贸易和他有他的关系 所以刚刚讲洗心术 然后可能李旦给洗心术 当然迪西被继承 可是他郑志龙 他可能就不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说双方的关系 一直延伸到郑成功时代 逗中既合作且继正的关系 要收集保卫 你如果交给他 就OK 不交给他他就抢 所以才会讲到说 抢绝倭寇 可记得这倭寇不是日本人 还有包括汉人在内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到了1627年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在西文史料上面 就是荷兰史料上面 或者是中文史料上面 一关他的 或者是郑志龙他的一个势力 已经相当相当的强大了 是不是 那这个强大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是因为他配合跟 中国大明帝国关系 让这个强大变得 强盗变官兵 顺便扫到他的对手 叫扫起强盗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应该这样来讲 我们可以了解说 郑志龙的崛起 一方面为什么能有效 而且迅速的接收原来 两股这么大的失利 从此进而跟大明帝国 而且跟荷兰官方 建起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是 好 所以在其实在这个时间 在他还没有投降之前 他就是不断的去骚扰 我们说其实就是明月一带 就是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其实他就去骚扰周围海盗 去骚扰 所以这对于官方 他们来说非常困扰 所以在这困扰的情况之下 后来他们就想出了 招呼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继续谈到郑志龙这个部分 谢谢各位 欢迎回来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我们刚刚讲到呢 郑志龙他要接收了 就是整个海上集团的司令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下 他作为一个海上集团 这么强大呢 他是到哪里去做贸易 因为他既然活动在海上呢 他应该是对海上贸易 一定是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回来看到这张呢 17世纪的一个贸易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17世纪非常的热闹呢 就是原本汉人的一个活动之外呢 还包含了我们上次讲到了葡萄牙人 荷兰人跟西班牙人 那葡萄牙人先来嘛 他从这边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他从这边来 然后经过马六甲这里来到了澳门 然后甚至呢 最主要是要跟对日本的贸易 在早1630年之前 就是17世纪初之前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因为后来禁教的原因呢 所以他们贸易逐渐的没落 其实他是被赶出来的 那再来看到西班牙人 他是从这边来的 西班牙人带来了银呢 然后他占了马尼娜 那西班牙人一直来 我们就说他最主要的活动呢 是以船教为优先嘛 虽然他要打开日本的贸易 但其实是没有那么的成功的 不过他后来呢 在162020中期呢 他有占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淡水 台湾北部 对 台湾北部 那特别是在基隆竹城这个部分 所以呢 基隆竹城这个城呢 后来是我们在教科书上可以看到 他是后来被荷安人所打下来的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荷安人嘛 荷安人在早期那边先占了亚加达 然后他改名为巴达维亚 亚加达在老师那边嘛 那他也是一路来到了 透过就是整个东南亚的一个贸易 然后来到先是到了日本 那他原本想要占澳门不成嘛 所以他就先他就去了澎湖 然后之后来到了台湾 那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来看到蓝色这一 就是汉人这一条线 就是在这个整个张权这一带的汉人呢 他们往外做生意 除了到了前面讲到海盗 到了台湾之外呢 就是所谓的东方之外呢 他们就是沿着航线来到了琉球日本 所以前面有讲到他通过 那此外呢非常重要的是 他们跟澳门的关系也很密切 澳门本来就是他们 他们就跟葡萄兰做生意 那我们前面讲到郑芝荣嘛 他到了澳门 那所以后来呢 郑芝荣他跟澳门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在史料上面有提到 他在澳门其实是有一定的势力 那再来呢 越南这个部分我们前面是有提到 不管是所谓的西洋人啊 或者是汉人他们呢 他们都在越南这个地方有做生意 然后报纳是柬埔寨 然后还有前面所讲到的这个 现在的泰国就是 我们所谓的仙罗的首都这个部分 然后来到了东南亚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整个 整个贸易网络就是日本 中国然后东南亚这一块地区 那透过在17世纪呢 整个把它连接起来 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忘记 就是马里拉非常重要 在马里拉华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台湾 那由于季风的关系呢 所以在台湾会 把它就是整个串起来 那有时候呢 其实他不走台湾 他如果从这里的话 也可以到日本 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醒一下 台湾不是说一定 从中国一定要经过台湾琉球 才可以到日本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一开始荷兰人 也不是要到台湾来 这是跟着历史发展的结果 让台湾变成舞台上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这个 因为这个地图的整理等等 都要谢谢郁凡 谢谢翁佳英教授 提供很多 旧的地图和东西 给这个我们来使用 是 虽然翁佳英不在这里 不过还可以就是 必须要说一下 他在整个早期的研究呢 使我们收获非常的多 那包含在荷兰史料的印注上面 目前进行的印注 除了翁佳英之外 最早我们就必须要提到 江苏生教授 江苏生教授他所印注的 热然之城日志 这一些史料呢 对整个我们对于 十七世纪的研究 或者是台湾研究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我也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荷兰史料的翻译上面 我们还有许多 就是非常需要努力 或者是还有很多新资料 可以挖掘出来 使得我们对于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可以更加的了解 是 郑之荣因为在这个投降 或者被招呼前后 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 是 那他在招呼前后 我们讲过 他就开始对 那个他原本的门友 或者他门友的继承人下手 是 这个无论是这个洗心术 是 或流香 是 从这角度出发 是 那在这个脉络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等到他被招降了以后 他更有大意名分 可以做这件事情 是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要理解整个郑之荣集团 他可以说是把原来东亚脉络里面建立起来 那东亚脉络建立起来 有一个重点是 他跟荷兰的关系就有点紧张 又不是那么 又不是那么融洽 理由是 因为他垄断了中国大会沿海的贸易 那荷兰人跟他贸易是重要的 就不能少 所以我们在荷兰史教室看到说 中史荷兰禁止他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基本上透过相关的资料 继续来建立起他的脉络的管道 比如在台湾来讲就好了 你说虽然禁止 结果他往二里内去做生意 荷兰人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 那透过老师刚刚讲的 荷兰人他提到他不是只有在网港这里 他要往北到二里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16世纪中叶以来 就是台湾作为一个东方 他其实就有很多 我们说不是合法以外的人在这边活动 也就是所谓的海道 或者是海商海寇等等之类 所以常有人说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海寇之地海寇之家 那我们有很多后代是从海寇海贼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之起 那刚刚提到郑之龙他在各地的 就是包含了这个敏越 他进犯了整个敏越这个地方 然后还包含了到东南亚去贸易 这都是既有前面强盗道的一些既有的网络 那他逐渐的收敛起来之后呢 老师他到底是如何就是从强盗变成官兵的呢 是主要是雄文燦把他招呼 招呼了之后那么郑之龙就在中国到很起 那历史的发展就牵得到南民政权的问题 胡王被杀 这个堂王继位 郑之龙忽然间变成是福建最有powerful的人 那么进入到这个整个朝廷里面 那这里面最后结果就是他最好又投降 走入到另一个脉络 这就赞成功就会登场 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讨论吧 是的谢谢老师 那我们下一次呢就从郑之龙他从强盗变成官兵之后呢 逐渐跟整个沿海还有整个中国局势的一个变动呢 开始说起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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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